針對大家關心的就是有關第12期的 第二階段 我們 先前有說過 可能會增開BNT疫苗的 第一級的預約對象的部分 那我們 目前有針對 就是今天中午12點以前 已經預約 登記這個BNT的30歲以上的民眾 那 所以預約時間就是在今天下午4點 到明天中午12點止 那這些人可以在10月18號到10月31號 去接受施打 不過因為有些縣市 他 因為我們增加開了這些預約的 對象 所以他原來的這個 到10月28號到10月31號的這個量 能已滿 只要有的就開到11月3號 所以這個部分要做個說明 那另外 因為我們今天結算之後 會先暫停這個意願登記 就是因為我們要針對 這個 要做 就是打了第一劑之後 有關這個意願的一個 勾選的部分 要做一個系統的一個更改 所以必須要先 在這部分先做一個 暫停這個登記的一個部分 那一直到 13期規劃的期程確認之後 我們才會 再開啟這個意願的登記 那有關疫苗接種的部分 目前 第12期的第二階段BNT第一劑的預約 狀況 符合預約資格的有93萬人 目前預約人數是61萬 那另外莫德納第二劑的部分 符合資格的55萬7千人 完成預約人數是26萬 那另外AZ今天開始預約的 AZ第二劑的預約狀況 符合資格的有75萬5千 那目前已經完成預約的人數是41萬2千 0169劑的疫苗 那我們的疫苗接種人口含蓋率達到68.73 那計次人口比是97.24 因為現在確認人數是41萬4千人的 絲號